今天我要等日语老师 哈喽大家好 我叫香齐 好像大家出国的时候最可怕的是 语言不同 不能沟通怎么办 日本人到底知不知道素食这个概念呢 这些问题对不对 实在很多粉丝都问我 我心不知怎么说呀 我不能吃肉海鲜 用日语怎么说 这些问题 所以呢 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素食者来日本的时候好用的五句话 好 那一个一个要看一下啰 第一 我是素食者 请问有没有素食菜单 我是食物食者 有食物食店吗 我有食物食店吗 有食物食店吗 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有听说过食物食这个词 但是不知道到底素食者吃什么 或者是不吃什么东西 所以呢 很多时候你直接说你不能吃的东西比较快 比如说这样 第二 我不吃海鲜 肉 葱 洋葱 洋葱 大蒜 韭菜 等食物 我 我不吃肉 第三,探底有用海鱼等海鲜类吗? 私には鰹串などの魚介類を使っていますか? 私には鰹串などの魚介類を使っていますか? 还是在日本呢,我们做料理的时候使用海鱼的比例还是蛮高的 如果你担心这个部分的话,也问一下这个比较好 第四,料理可以做成国别素吗? 不要放肉、海鱼即可。肉や魚等を除くことはできますか? 肉や魚が入っていなければ大丈夫です。 肉や魚等を除くことはできますか? 肉や魚が入っていなければ大丈夫です。 如果你不是那么严格的素食者的话,这个也可能好用的。 应该可以用。 好,最后一句话是第五。 能不能把天腐肉换肠蔬菜? 天腐をすべて野菜に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か? 天腐をすべて野菜に変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か? 这个其实也很好用的。 不过是跟第四就一样。 不是那么严格的素食者使用比较好。 因为大部分的店若天腐肉的时候, でも金属素食材はどれも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 これは個人的判断。 これは認可できないと。 皆さんはどう思いますか? それは難しいよ。 もし難するかもしれません。 でもよく話しないと。 котороеは何かもしれませんか? 実際に一体に良い資料を加えます。 これはこの!!! 这个是跟电源沟通方便的一个资料 这次呢 我为了拍这个影片 特意做了这个资料 希望你们来日本的时候 能够帮助你 刚刚这个影片 或者是刚刚给你们介绍的这个资料 大家来日本的时候 请试一下 好 今天到这里吧 下次见 你好 我叫香奇 我是日本人的素食者 我每周四更新 关于日本素食的信息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主页 下次见